在山腳就已經拿出一枚被毒丹在連亡伏下 這個五毒村再危險都要迎難而上 因為這裡是他目前和沈直以及玉蝶突破化原境界的一大希望 他作為男人是不可以退縮的 果然當齊族號朝著毒山爬了幾十丈高 他已經是深陷於濃濃的象氣之中 這種象氣真是毒霧 而且跟施障之氣不同 防髮這裡的毒氣還會影響武者的心智 好像就是用來防止武者進入五毒村 這裡的毒霧可以影響武者心智 有迷幻的功效 就算化原高手來到這裡 若沒有被毒丹 恐怕都會被毒霧影響迷失心智 真的很牙煙 齊族號暗暗感慨 幸好有被毒丹舞體 這層的毒霧根本就影響不到他 越往山上走 毒霧就越來越濃 幸好是扣不成一絲的威脅 漸漸 齊族號來到一片開闊地上 這裡靜悄悄 有一個活物都沒有 四位的物臨 彷彿是隱藏著無窮的危機 齊族號現在整火心就開始警惕了 他有心靈對未知的危險是有強烈感知的 若非此處的毒霧可以隔絕心靈擴散 他甚至可以用心靈去洞察周圍的一切 突然之間齊族號腳步一頓 開闊地上憑空就多了一套金光 金光閃靈之後 一個圓形的光罩就已經將它籠罩其中 他眼神一呆 好像是風禁發陣 齊族號頓時回過神來 真是沒想到 雖然已經很小心了 卻既然是被風禁發陣困住 沒想到的是這個五毒村的人還會使出鎮法 真是超乎意料 毒霧加上鎮法 一般人又怎能入得到這條村呢 喂 聰仔 有些本事啊 可以闖得來這裏 斗膽善闖我毒山 這裏就是你的埋身之地 一度充滿殺智的聲音傳過來 緊接著四周圍的樹林之中 走出了一個一個 光著上身身上和面部都塗著五顏六色條紋的人 這些人呢 有些就手握長矛 有些就背著弓箭 彷彿是原始惹人啊 齊族號的表情就有點驚訝了 數是一眼那幾十個怪人 他知道這些人呢 一定就是五毒村的村民 毒王柳如是的後代 他們境界雖然不高 但是善用毒素 不是那麼容易對付啊 當然啦 那些都是相對一般人而已 現在的齊族號有著被毒內丹護體 加上他的實力非同小可 眼前的區區小陣根本困不住他 只不過呢 現在的族號還不想馬上就得罪五毒村的人 距來這裏呢 只不過是為了營圓翼 可以不結怨就可以達成目的 當然是最好的 五毒村中很有可能還有強大對手 一開始還是先禮後兵 謹慎點好啊 各位在下齊族號 未經許可進入毒山 我在這向大家道歉 還希望各位不要圍欄我 我來貴村是有要事要辦 齊族號對著村民是抱了抱拳 語氣呢就十分之客氣 笑話 Brilliant 兄弟 我五毒村向來和外界不要來往 你來這裏 目的應該就是入入我們五毒村的毒湖吧 那裏是我五毒村禁地 你只要有這個想法 就必須死 一個身高八呎的光頭男子 上貌僧岭 語氣堪稱是窮凶極兢 齊族號員也會知道 這個男人 應該就是在場村民的隊長之類的 境界是纳灵圆满之境 跟齊族号一样 但是齊族号这边 面色就逐渐沉了来 或者根本就没必要 跟这些人客气 来独山当然是为了独湖 这个是五独村禁忌 你只要是来做这件事 免不了就会跟五独村为敌 受到强烈排斥 以及打杀 各位 恕我直言 你们现在的境界实力 在我眼中是根本不够看的 实话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地界练丹丹丝 身上有被毒丹护体 你们奈何不了我的 这个阵法虽然都到了地界的范畴 但是如果我想出去 你猜他挡得住我吗 齊族号冷坑一声 接着又说 我来五独村 只不过是为了迎圆役 晋级化原境界之用 我不想伤害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让开条路 话音落下 齊族号冷眼就掃视着村民 眼神之中 开始散发出浓郁杀机 哇 果然是强手 一个眼神 已经令到村民 心中发寒 连那个光头男子 都下意识退后了几步 你有得猖狂 那个男子强行真丁 接着发火就说 领仔 你有被毒丹 我毒山中的毒母对你无效 但是你单凭被毒丹 就想离开这里 不要大言不惨了 有这个能耐 你从震发之中 走出来给我看看 那个光头男子一说完 五独村的村民 顿时就挥舞手中长矛 以及弓箭 高声要喝了 他们呢 好像是用原始的方法 在那里嘲讽齊族号 喂 地阶风这么大阵 岂是你一个纳灵武者 可以破开的 太不给面了 唉 齊族号这边 反而是很无奈 叹息一声 只得他自己知道 大哥 我是主角来的 是不是 不是跟你说笑的 这座风这么阵法 跟万诗山那座差不多 现在我的实力强这么多 一只手指都挥开你了 各位 我齊族号的实力 不是你们Kelifei可以想象的 行吧 我懒得跟大家废话了 五独村的独狐 我现在必须进去 话音一落 齊做好一个抬手 一招崩拳 就轰激而出 平头之上 火红色的灵力 无比耀眼 既然 没办法用言语说服 那就只有硬厂了 本集内容 已经播送完毕 多谢大家捧场 欢迎大家多多点赞 多多评论 多多收藏 逆天神帝的精彩剧情 我们下一集 接着分解 第248章 独黄传人 一招崩拳激出 地阶风禁发阵的光罩 黑箭就应声破碎 五毒村村民面上 那些不舍的 气弱的笑容 顿时消失 取而代之的 个个都震惊 个个都惊恐 个个都放张 这个纳灵武者 什么可能啊 竟然可以破得到地阶震发 而且看来 只不过是 求求气气 日照拳发 好无疑问 这个纳灵武者齐族号 拥有超凡的实力 甚至乎 在纳灵境界 已经可以辟尾 霸原高手的实力了 怎样啊 我齐族号不是大言不惨的 齐族号再一次素食众人 语气一别 接着又话了 哎呀 各位 我之前都说过的 我无心和你们为敌 所以我真的不是来伤害大家的 话音落下 齐族号施展步发 轻松就冲出了大家的包围圈 五毒村的村民 你望下我 我望下你 反而是那个江头佬 最新就回过神来 大开一声就说 我们速速回村 向村长分明 很快呢 五毒村的村民 在江头南寺的带领之下 就来到了一伙古树之下 并且呢 依次钻进了古树粗状根部的一个洞穴之中 消失不见 哦 原来这里 就是一条进入五毒村的秘道来的 而在不远处呢 继续和缓缓走出来 他的面上呢 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嘿 早就想到了啦 他刚上毒山 就已经被毒村的人包围 也就是说明呢 这个毒山之上 应该是处处暴有暗哨的 而且呢 最有可能就是拥有一条 和五毒村距离最近的秘密通道 若果不是啊 他们哪有这么快的转出来啊 是 事实证明 齐族号的猜测一点都没错 五毒村的防御体系呢 是很完善的 毒山的山幅之中 恐怕不止一条秘道啊 由此可见啊 五毒村为了防止外人进入 是花了多少功夫啊 果然呢 继续号靠急急地进入了通道之后 他就真是震惊了 原來獨山的山複有一條一條錯綜複雜的通道 哇,地道戰啊現在 這些通道最終連接點都是朝向一個方向 就是五獨村 而且山複通道之中有著大量的守衛 以及一些走於各條順道之下收集訊息的人員 獨山的一切情況都逃不出五獨村的視線 無論敵人是從何方踏足獨山 五獨村都可以第一時間將其包圍並且隔絡 五獨村的防禦體系加上信息體系的配合 堪稱恐怖 但是齊俗浩忍住個身 靠著超凡的觸道避開了一個一個的暗哨 非快就跟著光頭佬等人 是一路往向走 幸好的是 這些守衛和情報人員境界又低了一些 根本就沒有發現到人生的齊俗浩 齊俗浩就因此不住感嘆了 這個五獨村防禦體系是強的 但是自身實力好像弱了一些 所以整個防禦體系流動都很大 面對化園之上並且有著被毒丹護體的高手 那你這些防禦不是基本沒用嗎? 當然啦 因為像大野棍那樣的小棍城 地階練丹師是寥寥無幾的 能夠練製被毒丹的地階師更加是沒有 加上有獨黃的威名 嚇都嚇走人家 一般的人了 又怎敢闖進來 甚麼呀? 一個辣靈無者 竟然隨手一拳 就破了地階風那麼大陣? 這個怎可能呀? 五獨村呢 一座十分樸素的木屋之內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 手持拐杖又站起來 他看著光頭佬一臉不敢自信 身懷被毒丹的超級高手 闖入五獨村 這個就真是不是小事了 這座木屋呢 是五獨村的祠堂 這個白髮蒼蒼的老婦 就是五獨村的當代村長 亦都是獨黃的第三代傳人 田如敏 五獨村的村民呢 都稱呼他為田勞魯的 勞魯 這件事千真萬確 那個齊族號已經上山了 不用多久 應該就會進入我們村 那個光頭佬呢 十分之認寵 很焦慮地說 勞魯呀 我們現在怎麼辦? 那個齊族號是衝著毒狐來的 我們這些毒素呢 對他基本上沒用 唉 我看他的實力呢 恐怕就是勞魯你 亦都奈何不得啦 聽了光頭佬這句話呢 田勞魯反而是臉色大變嘛 你說什麼話? 那個人 知青是七族號? 是啊 勞魯呀 難道你也聽過他? 那個光頭佬呢 一臉詐異知識 他都看得出來 田勞魯聽到齊族號三個字之後 臉色呢 由原來的震驚 是變成了惶恐呀 田勞魯呢 就沒有回答光頭佬了 也是柔柔說到 如果真是他 那麼我們五毒村 就有麻煩了 糟 你速速招集村中高手 前往毒湖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他恐怕已經入了村了 五毒村的池塘之中呢 田勞魯是臉色在變 他大喊一聲 語氣都聽得出來十分之焦急呀 聽到這裏呢 光頭佬立即應是 就跑出去了 啊 看個樣 田勞魯好像好幾彈這個齊族號呀 光頭佬就真的很想知道 這個齊族號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啊 五毒村之中呢 是有一個特使的 整個五毒村 只有他一人 能夠出入五毒村 而他可以做的事 就是收集外界的情報 報告給田勞魯 這一點呢 光頭佬和五毒村專民 是個個都知道的 只不過了 特使收集來的情報 一般都指得田勞魯 和諸位長佬才有權知曉 所以田勞魯是知道齊族號的威名 光頭佬等人呢 完全不知道 當光頭佬離開 田勞魯也都走出了祠堂 他身為一村之長 而且是獨王傳人 甚至是何等枕密 他早就已經想過 光頭佬等人通過秘道回到五毒村 很有可能 這個齊族號 就已經尾除光頭佬 進入了山蝠秘道 以齊族號的實力呢 如果他要潛行跟上來 光頭佬等人 根本是發現不到的 一路上 田勞魯在想著一件事 啊 齊族號到來 五毒村 應該如何抉擇呢 如果來人 真是外界傳言的 液天高手齊族號 那五毒村 千萬不要 毀在自己手中 這個呢 就只得田勞魯自己清楚了 如今的五毒村 雖然說是令人譚之識變 但是五毒村 並沒有繼承毒王的不勢之毒 磨爐蝠 而齊族號呢 有著被毒丹湖體 五毒村 根本是擋不住齊族號 進入毒湖的 而齊族號呢 是千星棍的一切事跡 田勞魯早就知曉了 當然啦 五毒村 作為毒王柳如是 一手所見 其中呢 還隱藏著很多 超強的毒震防禦 如果齊族號想硬闖 田勞魯也都有把握 可以斬殺這個少年 只不過呢 很有可能 就會陪上整個五毒村 得不上失落 事前想後 田勞魯已經暗自決定 要跟齊族號 談判解決 或者齊族號就是五毒村 可以拿回摩魯蝙蝠 有一個秘方的機會嗎 事實上 正如牢魯所料 齊族號現在 已經從不同樹的古樹根部 鑽了出來了 略微掃視一眼 古樹四周的木質建築 齊族號呢 就露出了欣喜知識 哇 得了啊 真是入到五毒村了 嗯 毒湖呢 在五毒村的中央 我看現在呢 趁著五毒村的高手 還沒反應過來 先把那些營原液 弄到首先 沈仲日欲呢 齊族號施展隱身術 朝著村中心呢 就揮足潛行而去 一路之上 齊族號毫無意外 是繞開了一個一個 那些五毒村的村民 他越走呢 那心情就越激動了 哎呀 多謝青羅姐啊 教識了我潛行術 這次呢 偷偷地 是潛入五毒村 可以盡到毒湖 就已經板上釘釘了 啊 我仿乎已經見到 五霉形原液 在那向我招手啊 只不過呢 當齊族號施展隱身術 來到五毒村中心的毒湖邊上 他整個人都吐住了 五毒村的這個毒湖並不大 湖水呢 是墨綠色的 湖面之常 毒霧微慢 異常詭異 毒湖本身的異狀呢 就不是齊族號呆著的原因了 因為此時 圓形的毒湖邊上 站著十幾個中老年男女 個個都是化園高手啊 更加重要的是 毒湖的四周 有著一排木莊 每一夥木莊之常 都樹著一塊巨大的青銅鏡 跟百面鏡滿躍一體 竟然是形成了一座 穩鏡陣啊 齊族號呢 一火心都沉了下來 擺明的 毒湖邊上的高手 就是鎮守五毒村的化園高手 雖然說 穩鏡陣 算不得很高深的震發 但是穩鏡陣的能力 卻是十分厲害啊 本集內容已經播送完畢 多謝大家捧著 歡迎大家多多點贊 多多評論 多多收藏啊 易天神帝的精彩劇情 我們下一集 接著分解 第249章 阿姐 我最討人威脅我了 要知道 在穩鏡陣下 就算是化園高手隱身 亦都會顯出真身的 齊族號只認為 已經可以天衣無縫 潛入毒湖的了 沒想到的是 被人捉了一個現形 看來這個五毒村的毒湖 真是不簡單 穩鏡陣呢 是暗屬性武者的黑星 可以輕而易舉 就破除人生術 這位朋友 我想 你就是齊族號吧 齊族號的引申術 已經無形之中被穩鏡陣所破 田奴奴等一眾化園高手 一個一個 是面色形重地盯緊他 田奴奴對於齊族號的闖入 雖然是有點火滾 但是呢 還沒發作 相反 他的語氣 還有點客氣 而五毒村的首村長老 一個一個眼大殺機 是盯緊齊族號 他們就不知道田奴奴的想法 田奴奴對於齊族號的態度 也都令到他們不解和驚訝 但是呢 對於村長的決定 他們有沒有出言純問 這位朋友 真是很身手 竟然可以無聲無息 就闖入我五毒村 如果不是我五毒村的防禦 極其深厭 恐怕此時 就已經入了毒湖了 田奴奴呢 語氣不變 依舊是面色形重 看著齊族號 這位朋友 老身 是五毒村的村長 田奴奴 朋友 你闖入五毒村 是死罪 但是 如果你真是千聲棍 千層中的齊族號 老身 老身 都可以月 甚至 可以讓你進入毒湖 都可以拿走五霉營月營 嘩 田奴奴的聲音呢 充滿了無奈 五毒村 一直都與世隔絕 幾年前才被人發現 他早就知道呢 五毒村是不可能繼續平靜的 至今為止 五毒村已經遭受了幾次的外人入侵 只不過呢 那些人都水很多 沒有對五毒村 是造成嚴重的威脅 但是今次呢 齊族號的到來 看來五毒村 毒湖之中的寶物 恐怕是保不住了 什麼 老老 你 一個中年男子 實在忍不住 居然是問出聲來 自從毒王死後 毒王墓是陳風千載 為什麼老老會允許這個闖入者 進入毒湖呢 要知道了 毒湖是五毒村的禁地 就算是五毒村的村民 也不可以擅自闖入 田奴奴怎麼可以叫一個外人 就此進入呢 況且呢 毒湖之中的五媒形圓役 那不就 中年男子心中疑問 同樣都是在場中高手的疑問 只不過 田奴奴就沒有告訴他們 原因 而是擺擺手 阻止大家繼續發文 原來前輩就是毒王傳人 在下失敬 齊族號呢 向著田奴奴就抱了一拳 他看得出來 毒王傳人田奴奴 對他呢 也都好忌諾 他都覺得很好奇了 你們不是與世隔著的嗎 田奴奴呢 就擺擺手 表情形重 這位朋友 你告訴老甚至 你真是哀戒 穿得沸沸揚揚的少年天才 齊族好 是一人 斬殺數十個花園高手的 納靈武者 齊族好 田奴奴呢 好像都不想浪費時間 他其實已經肯定的了 納靈圓滿的境界 可以靠著隱身術 來到五毒村讀 整個紅武世界 恐怕除了齊族號 已經沒有其他人可以做到 田奴奴這番話 齊族號聽了就沒什麼 但是五毒村那班高手 一聽就個個面色一變 雖然他們是不知道齊族號名頭 但是聽到田奴奴說 這個納靈武者 殺過幾十個花園高手 如果他說的是真的 那現在不是很糟糕啊 在下正式齊族號 但是在下無心與各位為敵 田奴奴在下的目的只是營圓液 還請奴奴不要為難於我 齊族號淡淡回答 之前田奴奴說過的 可以叫他進入獨湖 拿走營圓液 他知道這樣一來肯定是有條件的 但是他想來想去 都不想跟田奴奴這個獨王傳人做買賣 誰知你算計什麼 田奴奴呢 不喜不怒 接著又話 果然是齊族號 齊族號 老生都不想跟你廢話 你的目的 是為了營圓液 只要你答應老生的條件 獨湖任你入 營圓液 你都可以拿走 如若不言 就是賠上我五獨村 全村人的聖命 老生 都會令你葬身此地 哈哈,田奴奴,你是在威脅我嗎? 如果你聽過我齊族號 應該知道我平生最不怕的就是威脅 我都不是自大 就憑各位十幾個化園武者 我齊族號出力真的要殺 也很簡單 齊族號語氣保持平淡 說實話 他真的沒有把田奴奴等人放在眼中 有著被毒丹狐體 就算田奴奴拿出魔路蝙蝠來 靠著超快的速度 他都有信心不會被你潑上 聽到齊族號這樣說 田奴奴的面色終於是變 他那句不算是威脅 反而是齊族號這番話才是真正的威脅 田奴奴都知道 齊族號絕對有殺他們的實力 不是嚇嚇的 齊族號 你未免看不起我五獨村 我五獨村的先祖毒王 創見了五獨村 是殺肺腹心 這樣跟你說 我五獨村 就是一座毒煉大陣 此陣一旦啟動 別說是你 就算是真怨高手 都會毫無反抗之力 練成獨一 你有實力可以殺了我們 但是 你都要量度一下吧 田奴奴一字一句地說話 聽到這裏齊族號是同孔一宿 咦,這個伯爺婆不是開玩笑的 是,一入個村 我總是覺得有些難言的危機在其中 原來如此啊 齊族號是一個修心武者 對於一些危險有著天然的敏銳感知 田奴奴所言八成無假 田奴奴,雖然你是這麼說 但是我相信獨鍊大陣要啟動 恐怕都不容易吧 思量片刻,齊族號強行把心中的憂慮壓了下去 是啊,就算你整個村都是一座大陣 但是我入到這裏,這座大陣沒有啟動的 相反了吧 還給你時間語氣平和和我談判 就證明這個獨鍊大陣沒有那麼容易啟動的 說不定是老壞了呢 齊族號此言一出 田奴奴的眼神頓時微微一瞻 他答前一步就說 沒錯,齊族號 你很聰明 獨鍊大陣的啟動 需要我五獨村 全村人的鮮血為人 大陣一經啟動 我五獨村就沒有了 我真是不想這樣做 但是,守護獨黃墓 是我五獨村所有人的使命 千百年來,沒有一外人可以進入獨戶 齊族號,你如果要硬闖獨戶 我們就算是粉身碎骨,都不會被你得逞 田奴奴奴呢,接著又說了一句 語氣就十分堅定 齊族號感覺得出來 如果他真的硬來,五獨村真的會和他一起含家富貴 唉,這樣看來就只能聽聽 這個田奴奴到底在想什麼 唉,田奴奴,既然如此,我認衰仔了 你說吧,你究竟想我做什麼 齊族號嘆了口氣 說真的,我來這裡,真是想拿回營原液 進急化原而已 不是想和你一鑊熟 如果田奴奴要求不是那麼難 齊族號就先離開五獨村,再想他發 他都很自信 我輕輕鬆鬆進來,也可以重重樣樣離開 我想走了,我不進去而已 但是我現在走,你都攔不住我的 齊族號 你的選擇,絕對是未止的 田奴奴呢,微微一笑 一揮手,叫那幫化原高手,離開先 隨後呢,淡淡說到 齊族號,你先跟我來 放心,我的要求,對你來說並不難 你不會吃虧的 說實話呢,齊族號真的有點擔心 這個老太婆,啊? 是不是設計暗說我啊? 畢竟呢,五獨村仇士哀人是不爭的事實 只不過現在呢,不入虎月,厭得虎子呀 無論田奴奴你有什麼陰謀,我都要視你一視的了 那獨鍊大陣呢,不論存在不存在 這些都只是齊族號不敢輕舉妄動的威脅 如今的他呢,想進入獨湖,得到營養役 就只能夠跟田奴奴合作了 他都很想知道,這個伯爺婆,究竟在想什麼 而田奴奴這邊呢,不動聲色,把齊族號帶到獨湖的另一邊 又又說到 齊族號,老生不是嚇你 我五獨村,真的是一座獨鍊大陣 而且,大陣的陣眼,就在這裏 本集內容已經播送完畢 多謝大家捧著,歡迎大家多多點贊 多多評論,多多收藏呀 逆天神帝的精彩劇情 我們下一集,接著分解 第二百五十章,殺魔誓言 順著田奴奴的拐杖看過去,齊族號真的臉食一驚 只見到一個,漸漸的大石 石頭之上,刻有毒黃霧等等字體 更加重要的是,這個石頭之上有一個洞洞 而那個洞洞和田奴奴手中的拐杖十分啟合 如果說,這個墓碑一樣的石頭是一把鎖的話 是不是說,田奴奴手中的拐杖就是開這把鎖的鎖匙呀 也就是說,獨鍊大陣的陣眼就是獨黃墓的墓碑 所以呢,田奴奴的拐杖也就是開啟鎖眼乃至是大鎖的關鍵 所以呢,這個就是田奴奴很鎮定的原因 開啟大鎖,只需他一人即可 五獨村的花園高手全部被他支開 但是呢,他根本就不怕齊祖浩有什麼花招 田奴奴,你什麼意思啊? 齊祖浩看到這裡,心知肚明 真是有點懊怒 這個白爺婆這麼好算計的 早知道剛才就應該迅速殺了你們 不給你們機會啊 現在齊祖浩真的不敢輕舉妄動 他似乎是有能力可以秒殺田奴奴的 不給田奴奴開啟獨鍊大陣的機會 但是看這裡,這麼多的機關 又真的不敢賭 若果還有另一個人 可以有其他辦法開啟獨鍊大陣 我豈不是自己找死? 齊祖浩,你都不用的 五獨孟不得已 老生真的不想開啟獨鍊大陣 現在我們好好談談 田奴奴,一副掌握大局的姿態 齊祖浩,老生說過 只要你答應老生的要求 我就可以讓你進入獨戶 拿走營源益 心中暗嘆一聲 齊祖浩就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田奴奴,有什麼你就直接說吧 你到底需要我做什麼 爽法 老生就不再兜圈了 齊祖浩,你進入獨戶之後 只能夠拿走營源益 不可以動欠其他的寶物 這一點,你可不可以答應 田奴奴眼角一抬,笑著就看著齊祖浩 齊祖浩這邊陷入沉思 啊,這樣啊 這麼獨王留下這麼多寶物 我都很想拿回兩件 只不過,轉頭一想,他都會釋然 獨王的東西,必定是和獨有關 那些東西你得到了,都不一定用得著 更何況,你都不會用 那,好了,我答應你 田奴奴,你還有什麼其他要求 齊祖浩好心知的 田奴奴這樣的態度 絕對不可能只是要求一件事 果不其然呢 聽了他的回答之後 田奴奴面上的笑容就更加綻放了 齊祖浩,我要你把毒狐之底 一個青銅箱,遠風不動地帶出來給我 還有,你要答應老生一個條件 我的條件與獨湖無關 身為獨王的傳人 田奴奴一生是守護著一些秘密的 其實,五獨村的人是可以進入獨湖 只不過,獨湖太危險了 進入其中就會狗死一生 而獨王傳人還身負一個重任 比守護獨王墓更重要的任務 田奴奴,我只要營原液 你其他的寶物,我一件都不拿 這一點,我保證 就算你叫我發下天道誓言都可以 還有什麼條件,你可不可以一次說嗎 齊祖浩就不要急於回答 直覺告訴他 但是,下來田奴奴要說的條件 絕對不一般 其實,都沒什麼的 我只是要你幫我殺一幫人 田奴奴的話,聽起來就很平淡 啊,你怎麼可以用這麼平淡的說話 講這麼恐怖的事 殺一群人 這個聽在齊祖浩耳中 就不是這麼平靜 他真的沒想到 田奴奴居然是要他去殺人 而且是一群人 喂,田奴奴,你為難我 我齊祖浩雖然戰績無數 但是不是濫殺無辜的人 齊祖浩苦笑一聲 能力所及 殺人對他來說,是很輕鬆的 但是呢,他不是殺手 也不想濫殺無辜 田奴奴這邊聽了,繼續有笑 齊祖浩,這點你大可以放心 老生要你殺的人 是一幫邪魔 而且,現在的你 可能還殺不到他們 你只要在這裡立石 等你有實力的時候 而且,西商又真是有這樣的一幫人的時候 你再幫我剷除他們就行了 齊祖浩真的整個人石花了 田奴奴的話呢 真的弄得他很猛 你要我殺一群人 難道還不存在嗎 什麼回事啊 你的修辭手法很難理解 想不出一個所以言 齊祖浩立即就問 喂,田奴奴,你可不可以說直白一點 你要我殺的人是誰 他們真是邪魔 你不是玩我的吧 齊祖浩真的很有必要問清楚 喂,這個白爺婆 我好像神神化化一樣 是不是在玩我呢 要知道天道誓言 不是隨便發家 武者世界不同於凡人 你發誓會應驗的 齊祖浩已經落定決心了 即便田奴奴要他殺的人 真的不存在 齊祖浩也不會就此答應 誰知道你在這裏盆說什麼 而且這件事真是越聽越古怪 來到這裏 田奴奴面上的笑容 反而是漸漸消失 只聽得他語氣一形 柔柔說到 齊祖浩 老生當然不會拿你來消遣 他們都是邪魔 我想 你都有聽說過 千面獨者 花雕靈的傳聞吧 千面獨者 花雕靈? 齊祖浩聽到一經了 接著又問 田奴奴,你要我殺的人 難道是千面獨王 花雕靈的後人? 但是他們是邪魔? 齊祖浩現在真是滿心疑問 那千面獨王 花雕靈呢 他是聽說過的 而且相傳 花雕靈柳如是 都是傾國傾成的大美人 而且這兩個美人 是同時愛上了獨衣 欣蜜倫 這一場三角戀呢 真是一場浩劫的開始 只不過齊祖浩真的不知道 這個千面獨者 花雕靈是邪魔來的 既然是邪魔 他還有後人啊 直覺告訴他 田奴奴呢 好像是想為獨王報仇 而故意騙他 棄灑他 齊祖浩 你說得沒錯 我就是這個意思 我的先祖獨王 和千面獨者 花雕靈 乃是情敵 先祖獨王 柳如是 都是死於千面獨者 花雕靈之手 這一點並沒有錯 為獨王報仇 這一個也都是我的使命 田奴奴呢 說到這裏 微微嘆息一聲 接著又說 齊祖好 外界傳言 獨以恩惟倫 喜歡的人 是花雕靈 並非是獨王先祖 其實 這一個並非是事實 恩惟倫和賭王先祖 彼此相愛 千面獨者 花雕靈 為了得到恩惟倫 不惜壽連邪魔獨公 最終 暗算了恩惟倫 殺死了獨王先祖 這一個 才是事實 說著話 田奴奴就把 獨者恩惟倫 和獨王柳如氏 以及千面獨者 花雕靈之間 那些恩怨情仇 是告訴齊祖好 這番說話 和外界傳言 是兩個版本來的 真是聽到齊祖好 百般菌劃 按照田奴奴所說 是千面獨者 花雕靈用陰謀詭計 甚至是各種毒藥 迫使恩惟倫和柳如氏分開 並且是實益 忘記彼此 花雕靈從而得到 毒醫恩惟倫 但是幾十年後 恩惟倫 研製出炎王奪命針 化解了花雕靈 留在他體內的毒 恢復了過來 醒悟過後的恩惟倫 萬分痛苦 和花雕靈是反目勝仇 一戰之後 恩惟倫不忍心殺死花雕靈 卻被入魔之後的花雕靈 暗算致死 然後呢 花雕靈發狂之下 俯修邪魔功法 徹底淪為邪魔 並且開始 在其中 第五十一章 五毒妖獸 齊俗號 老生所言 絕對屬實 老生 可以在這裏 立下毒石 證明老生 並沒有欺騙於你 田奴奴這邊呢 一念嚴肅 見齊俗號遲遲不答話 他出言就提醒一句了 千百年前的往事 流傳至今 早就已經面目全非 這件事情呢 恐怕都只得他這個毒王傳人 真正知曉 這個呢 亦都是田奴奴的另一個使命 比守護毒王墓 更加重要的使命 毒王劉如是 為兩棍蒼生所做的一切 沒有得到任何的回報 這一點呢 毒王並不後悔 但是呢 柳如是臨死之前 唯一的遺憾 就是沒有殺死花雕靈 嘩 聽到這裏呢 齊俗號真是一個頭兩個大 田奴奴所言 和傳聞 是不是差得太軟了 唯一相同的一點呢 就是毒王劉如是 確實是死在千面讀者花雕靈之手 而相傳呢 毒醫恩力倫 和千面讀者花雕靈 是夫妻來的 而在田奴奴口中呢 卻成為了 毒醫恩育倫 和毒王劉如是 是情侶關係 是花雕靈毀了一切 田村長呀 你的說話 我真是有點不敢相信 事前想後 齊俗號 還是認為這個田奴太婆 在這裡呼呼她 無賴探色一聲 只見得田奴奴呢 豎起兩隻手指 對著天空 就大聲高呼 蒼天在上 我田奴奴 對齊俗號所說的一切 都是事實 如有一絲欺瞞 我田奴奴實時 將遭受五雷光頂 不得好死 田奴奴呢 在此是發下毒勢了 說真的那句 在洪武大陸 天道誓言 不是開玩笑的 若果田奴奴所言有假的話 以她的修圍 薩那間就會遭受 虛空神雷光體 死無撞身之地 而齊俗號呢 面飾形蟲 在這裡等著 嘩我看看 什麼叫做當場被雷劈啊 只不過呢 過了半響 一點反應都沒有 根本就沒有虛空神雷光俠啊 好 田奴奴 我相信你 既然千面毒者花雕靈是邪魔 我可以答應這個條件 齊俗號現在就不得不信了 因為田奴奴呢 已經發下天道誓言 而且沒有受到反誓 證明所言非虛 至於毒王柳如是 和恩力倫 以及花雕靈三人的恩怨呢 齊俗號事實上 又不是這麼關心的 齊俗號 他現在都明白了 在那一戰之後 千面毒者花雕靈 陰順全無 他有沒有後人 這一點不得已知 老生 要你答應老生的這個條件 都是為了以防萬一 如果千面毒者 如果千面毒者花雕靈 他並沒有後人留下 那這個條件對你來說 並沒有一絲的約束力 當然 如果千面毒者花雕靈的後人現世 你的責任就是消滅他們 現在 你就發誓了 田奴魯呢 心知肚明 如今的五毒村 早已經甘非色彼了 千面毒者花雕靈 若是沒有後人更好 如果是有呢 靠著他一個白夜婆 或者是目前五毒村的力量 是根本對付不到 千面毒者花雕靈的後人 他不得不為以後考慮 而且 這麼多年來 五毒村的人 一直都沒有能力 得到毒王留下的劇毒秘方 五毒村再繼續下去 就沒有了希望 反而繼續好到來 令到田奴魯無奈之下 都見到一線機會 希望可以藉助這個外人力量 得到毒王的遺產 並且沒有違背毒王的遺命 這一點 身為毒王傳人 他比誰都更加清楚 看著田奴魯 齊足好微微點出來